大家好,欢迎回到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NHK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Larry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关于中华民国台湾 这边有战机的聚位 今次涉事的战机就是F5E 单座位的战机 今次出事在台东的治河基地起飞 很快两分钟后就出事 首构,最后飞游员不幸宣布死亡 今次这个事件当然从2011年 当年F5出事之后 都隔了九年,现在就出事了 有朋友问F5是否实在太旧呢? 我这么说,F5是旧一定是 但你见到它聚机的事故 两个聚机事故都相隔了差不多十年 所以你可以怀疑这部机是旧,不合时宣布 但它安全的procedure 你又不能说它做得太差 你见到对岸,可能纤10 即跌机的frequency 其实可能更高 所以不能够单一事件 就要探讨是否安全程序有问题 每一次这么说,每一次都一定是一个独特的事件 每一次都应该去观察 好,今次我们细细到来 首先在这里的自航空间基地 今次有一个训练 训练就是F5战机 两架掌机作出一个战斗训练 当时其中一个出事的飞机 起飞了大约2分钟左右 然后报道7.29分起飞 大概7.31分 朱冠盟常卫 他报道指引擎 其中一个引擎应该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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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2分钟后 就聚落了 立即已经出动到首构直升机 要去找回 现在这个失构的人 当时大约7.30分钟 很快出来 就已经发出首构 大约8.09分钟左右 目击到 找到目视的飞机 然后将飞机拯救上来 大约8.44分钟左右 可以取回飞机 亦回到空军基地 当时有个吊架 吊架当然将它救起 大约8.40分钟左右 在海上吊起它 然后大约4分钟回到基地 就已经准备急救 然后送往最近的马街医院进行抢救 大家都看到医护人员都很用心作出抢救 心批服务 人工护救 受CPR 我们相信全部都做齐 当然 送完之后 9点后 宣布了这个不治 便失望 虽然应用殉国 但我们也要看回每一个事情的过程 现在先看了一个数据 数据 这是一个台东位置的空军基地 这个空军基地 现在还有飞虎式战斗机 这个虎式战斗机 我们这样说 它生产规模当时是很庞大的 当时台湾和美国签了MOU 当时民国69年 大概1980年左右 开始出创 我们说这部战机 它们再早一点再出创 1973年开始 这部战机 即现在出事这部 新少少 80年 你见做了242架 如果以F5战机来说 中华民国台湾 我没记错 都差不多是计美军之后 其中一个是最大规模的F5战斗机的 一个装备国家 F5其实到现在 有很多国家都是装备了的 大家熟悉的是泰国 泰国之前的F5曾经有考虑过将它升级 尤其是将它的引擎和电子设备升级 F5还有这个GE引擎 J85 J85其实是非常轻巧的引擎 甚至乎有想过将J85改装成为导弹 改装成导弹 当中的引擎推动 所以你可以见到它的引擎很少效 当然推力来说 现代看起来可能不太足够 所以令到F5战斗机 无论它的速度上 它做超音速度就非常困难 另外它本身也是T38的模型 所以T38教练机 你见到F5 其实正正可以用来做教练机 做教练机来说 现在台湾当然有所不同 有高教练机的情况 我们也要看看 今次飞行员的救生装备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救生装备 你见到它当中有紧急阳气 即是会给到机缘 当中在高空的时候 确保它有足够的氧气 呼吸 另外有一个Seat Belt 见到救生装备 便落到海 便不会立刻沉 但anyway 它弹出来之后 其实也是需要注意很多情况 例如说 它们现在都会规定 它们配备一些东西 例如你见到 有陶生刀 这个陶生勾 陶生勾有用的 到时就要勾起东西 大家见到 不光是刀就可以了 陶生勾 勾着线 用刀去插 因为你知 如果高度有时不够 当然 现在的Ejection Seat 即是陶生仪 弹射仪 叫做零折 叫做零高度 意思是 不是规定你 而有足够高度去打开 尤其是 你见到先进一点 美国和俄罗斯的弹射仪 今天要介绍 其中一个T38或F5 都是预用的Mk16 Mk16 它正式我们 又不能叫做Mk16 因为Mk不是Mk 是很高度的 这个厂商 叫做Martin Baker 这个也是有名的 这个Mk16 你见到 零高度零折数 即是基本上 都算是很安全的 低过上限高度5万呎 它会打开 如果高过 就会再被它聚落 然后再打开 降落水 如果跌到水 安全带 便会自动放开 很有趣 其实构生仪 涂生仪 都值得说 打开火箭之前 有一系列的程序 包括上面有个锥 理论上 俄式会打爆它 但是 有些是会整个机构掀起 这一系列就是 掀起的时候 就不需要打爆锅 有些有些火线 弱线 即是可以把它炸开 碎片 然后冲出来也有 有三种模式 让Ejection Seat 安全弹出这个机枪 这次弹射是成功的 但是今次说 有这个绳 线着了飞行员 线着飞行员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角落山 有一定的重量 湿水就更加重 盖住了它的顶 其实它变得透不了气 但是它又挣扎不出 依然停留在水底的状况 所以都挺凶险的 今次它吸入了过量的水 所以死亡 我们相信 死因现在还未进行解剖 如果进行了解剖 看回来 相信应该是肺部大量的水 呼吸失效而死亡 救起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心肺功能都失调 所以这是我们的判断 这个也是死于不幸的情况 有些朋友说 咦? 为什么一个发动机 一个引擎失效 令到战机失事 便飞不回来吗? 当然我们说到双引擎的战机 在现代来说 很多时候的推力足够 所以就算F-15 没有了一个引擎 就算我们这样说 平时A-10 就算它不见了一个 它都能飞回 跟升力系数的关系 但F-15似乎单引擎的时候 飞行的性能 就可能不太好 所以就算只有一个引擎 可能飞回到基地 也会有一定的空险 而且飞官要决定 能不能掌握到飞机 当时飞控的情况 有传就是 当时飞行员 飞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发觉真的控制不到 所以转移不去民居那边 直接扭出向海 当然这也是飞水委员的程序 但侧面看到 其实不分一个人情的时候 可能推力不够 令它未必能安全返航 甚至乎它已经 自己满油满蛋的情况 当时放弹也还有油 聚落机场也成为一个火球 也造成一定的危险 可能这也是当时飞行员的想法 所以最后决定没有返航 就是海上坠毁 大家看到海上坠毁事实真是空险 有什么事上来 守够也非常困难 有不同 你在地面降落 地面降落 不会有匿币的风险 比较容易守够 至少你自己去自救 所以大家也看到 为何我们说的空军战机和海军设计 安全系数是有点不同的 大家也明白 为何海军比较 prefer用双引擎战机 亦比较 prefer出力要足够 令到有什么事上来 一个引擎都能够安全化到航空母栏 或者海军基地 另外我们要谈到 出时这个机器用了超过6000小时 对上 在过几两个星期之前 也有做过一个大修 即是检查 检查之后 然后去起飞 大概200多小时 可以这样说 这个引擎真的长久 它有没有中间转转 应该没有 所以这次也挺令人认识 另外侧面也看到 台湾这边 他们做训练机师的情况 随着他们的佣鹰高教机 现在面世了 其实都推迟了 因为原本应该 我们说到F5E和F 其实原本应该 大约2019年就要退役了 现在也要硬撑 撑到现在 看怕也要撑到一致两面 但是那些飞官还有没有 这个士气飞下去呢? 当然 说漏了 现在都要全面停飞 就撑拭战机 所以就要等待 正式调查以外的报告 才能够知道 究竟出了什么事 才可能有些会复飞 现在佣鹰 它上面都可以挂载一些武器 所以佣鹰也是一个 轻型的战斗机的情况 它会以京国号做一个栏盘製造 上面的电子设备 当然都相当之好 可以模擬到现代的战机 包括幻影F16的情况 所以台湾在战机来说 数量不是少 但是出现现代化和更新的问题 旧一代的战机需要换 现在F16AMBM 这些中期延售过的战机 现在再翻新F16V的速度 亦成为关键 今年2020年尾 究竟能不能够依照速度 大概有50至60架能够更新 如果是F5作为二线战机 计算京国号和幻影之后的第二梯队 就可以松一口气 现时应该仍有两个中队 大概40架 40架应该不是准备的 应该是再少一些 所以我们要观察 中美国台湾究竟未来 飞机安排如何做得更好 这就是以上我们今天报道 中美国台湾有飞行员 殉难的情况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分析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 另外大家可以用很多方法支持本台 例如可以看广告 看广告 现在的收益是差一点的 所以可以订阅PATREON 一杯咖啡价钱 三十多元 可以支持本地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的番号 可能会转回NEO Hong Kong 我们都会尽快去看 以前有些朋友发觉好像死灵的情况 我们转回NEO Hong Kong 就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用NHK 那就注意了 遲些可以转回NEO Hong Kong 就可以用回 如果有麻烦 先说真不好意思 另外大家留言 订阅,Like和Share 也订阅多些给朋友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冷闷的 其实不是容易找到 但我相信你听了也应该喜欢的 所以大家可以 comment,Like和Share 把影片更多推出 我见近期多了朋友在下面留言 和多些Like 会更好 另外课金的东西 随缘 不想求 大家现在支持 十月八快 我也很高兴 没问题 课金的东西 我们可以有三个渠道 大家看不需要小说 好,我们在其他节目 就和大家再见 还有差点忘记说 有朋友说到 有两个情况 一个字幕 我会开放了 这个字幕功能 给大家可以在上面帮到手 在上面摆到 如果真的有朋友做到 就真的多谢 因为推广我们广东话文化 做广东话军事 现在都多了人做 不知是否因为小弟 也有份做Promo 我发觉多了 有些朋友 现在都做广东话军事 但是有空 都可以支持一下 没什么所谓 其实我们的圈子不太小 另外 我们会做一个互动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出Live 我要研究 因为小弟真的对IT 都挺白痴的 尤其是之前有些网友 经常说麦克风的问题 其实麦克风有好几个 不过我可能真的做得不好 奇怪怪的 薄线 看似简单 操作又有点低能 大家正请见谅 我不是技术人士 也请不起技术人士帮我做 做Live 做到就做 直接解答大家的问题 不要说解答 分享一下 我又不是什么专家 发色友 另外 亦都可以 有些网友之前留言 解答一下 但如果Live 我做不到 我就试试录一集 就这样出一集 我相信都可以的 我尽做 这个位置 另外 Patreon会员频道那边 我们都会加推多些节目 接近Youtube 没办法 收益实在是非常低的 有些广告收益 可能经济差了 太差了 Youtube都赚到钱 非常低 真是很汗颜 你这样做 但我们都会推动的 Patreon会员那边 可能大家帮到手 在Patreon那边 订阅会帮到手 多些少 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聊 我是李主持Larry 拜拜